亚洲杯,国拼练兵意图明显,樊振东,马龙,陈梦,孙颖沙,王曼玉等五大主力球员都不打,王楚金,林高远,王毅迪,陈信彤等四人出战。 对于这四位主力球员来讲,本次亚洲杯比赛非常关键,是证明自己外战能力的好战场,一旦能够夺冠,这也将进一步增加个人争夺巴黎奥运会名额的机会。 本次比赛,国拼夺冠路上最大的对手还是日拼,难担悬念大,林高远的表现备受期待。 冤家路窄,林高远这次和张本志和又抽到了一起,两个人有机会在半决赛中相遇,如果能够交手,这对于林高远而言将是一场复仇之战,他基本没有退路,连输张本志和。 林高远受到了非常大的质疑声,跌跌撞撞拿到了试拼赛的名额,但依然无法打消质疑声。 刚刚过去的全景赛,林高远表现出色,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。 如果在于张本志和林高远迎来了复仇的良机,赢球,他就有机会完成蜕变,延续冲击巴黎奥运会的机会。 如果再输,这会对林高远的心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 将张本志和挡在决赛之外,林高远完成复仇,这是最理想的结果。 一旦张本志和进入到了决赛,王楚清在压力之下的表现就成为关键,比赛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。 全景赛上,王楚清连吃败仗,全然没有了10月份的表现。 经过短暂的修整,王楚清现阶段状态如何,我们只能等到比赛的时候去验证。 女单赛场,中日对决是关键,女单的分组抽签已经公布,王毅迪和早田希娜抽到了一起,陈信彤则是和伊藤美城同一半区。 如果没有大的冷门出现,半决赛有可能上演两场中日对决。 19年背靠背双杀伊藤美城,刚刚过去的澳门赛再胜伊藤美城。 陈信彤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心态上都是有一定优势的。 伊藤美城近期的状态并不好,不仅被国拼主力压力,还输给了平眼眉宇,被张本美和打哭了。 伊藤美城技术遇到平景期,心态也出现了问题。 陈信彤完全不触伊藤美城,正常发挥,完全有实力营球。 王毅迪约战早田希娜,这一战将是硬实力的对决。 早田希娜的相知能力非常不错,中远台也有很强的战斗力。 早田希娜虽然实力不俗,但对于王毅迪而言却不难打。 早田希娜的稳定性不错,但这对于国拼而言也是短板,比较容易研究,比较容易针对。 给国拼主力球员的压力不大,稳定发挥,王毅迪完全能够赢下比赛。 综合来看,男单赛场的悬念更大一些,林高远迎来关键机会。 女单赛场,王毅迪和陈信彤有机会会诗决赛,国拼提前夺冠。 我是小哥,关注我,我们一起来聊球。